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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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方四 他不敢再胡作飞味了 惊吓将他扶起 来 我们先离开这 地面上的烈火还没熄灭 通往王方四相防的方向自然行不通 他们只能原路返回 来到井口处 发现那根铁链没有了 更糟糕的是井口被人封住了 今夏愤恨地望着王方四 说 是不是你让人干的 王方四举着双手投降 冤枉啊 我害谁也不敢害锦衣卫 脸部烧伤处一阵阵着痛感 脚上也是阵阵的疼痛感 他吃痛地说着道 何况我都这样了 哪还有能力害人 陆毅问着王方四 可还有别的出口 王方四摇着头 今夏往陆毅手中递去一粒药丸 他眨着眼 意识陆毅味到王方四的嘴里 陆毅喊了声王方四 王方四一张口 陆毅就将手中的药丸弹进他口中 他反应过来时 药丸已经吞下腹 他慌张地问着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毒药 惊吓打去的声音道 这毒一时半会不会发作 五个时辰后才发作 这毒一旦发作 就会蹊跷流血而死 所以 你最好不要说谎 也不要讨价还价 好好想想该怎么出去 危难中 陆毅清扬了羊唇角 王方四一听 慌了 他大愁未报 怎么可能就这么死去 他挠着头 哦 我想起来了 好像有一个机关来着 我找找 雨吧 王方四一拳一拐往墙壁走去寻找机关 惊吓低着头 暗自偷笑 陆毅侧头 眉眼含笑望着惊吓 用气音在惊吓耳边说着道 真是医者父母心 惊吓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不是 他给王发四的是止痛的药 那可是他师父配置的止痛药 没办法 医者父母心 陆毅已笑回他 他都还不想王方四死 何况心地善良的惊吓 忽而间 一扇时闭门打开了 王方四说道 找到了 找到了 官爷 解药呢 惊吓往里瞧去 又是乌骑马黑一片 估计一时半刻也出不去 急什么 出去了再说 带路 今夏不忘提醒沈小和道 沈姑娘 小心些 沈小和点头微笑 三个时辰后 四人安全脱险 这时天也亮了 王方四又向今夏讨药解药 今夏将半颗药丸给他 王方四无奈道 原来你们官家人也这么不讲诚信 今夏耸耸肩道 抱歉 我不是官家人 我家少爷才是 另一半解药在他那 官爷 王方四可怜兮兮地望着陆毅 陆毅回说 把这些天你们干的好事交代清楚再说 第110集 陆毅今夏同时中毒 今夏将唯一的解药给他 王方四向陆毅索药那半颗解药无果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跟在陆毅今夏身后 他感觉脸上和脚上的疼痛感减少了许多 他问着今夏道 小哥 这要是不是能使人变得麻木 还在哭警中他就有些感觉了 以为是那样的反应 也就不作声 今夏瞟了王方四一眼 对 目光迅速转移到陆毅的身上 大人 我们是否要以真面目见人 陆毅和今夏还戴着人皮面具 线夏是该以真面目见人了 陆毅对着今夏点点头 养人同时撕开了面具 万方四合沈小和睁大着双眼愣在原地 今夏脸上也没有斑点 是真真正正的他自己 他介绍道 我叫袁今夏 我身边的这位是陆毅陆大人 良久 养人才反应过来 沈小和向陆毅今夏行礼 感谢袁公子和陆大人的救命之恩 陆毅温和地点点头 接受这份感谢 今夏祥和道 沈姑娘 多礼了 刹那间 今夏的神情变得凶狠了起来 伸手向王方四 拿来 王方四不明所以 愣头愣脑地望着今夏 今夏不耐烦道 别装傻冲愣 五百两银跳 边说边朝着王方四勾手 陆毅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命都握在他们二人的手里 银子再多也没用 王方四不情愿从胸口的一斤处取出那五百两银票 他慢吞吞的 好一会都没递到今夏手上 陆毅凶神恶煞 扫了王方四一眼 王方四乖乖把银票送到今夏手里 今夏接过银票 数了数 又看了看 没有损坏也没有减少 今夏细细打凉着他 也不像那种十恶不赦的人 好好的人不做 偏偏当什么土匪 今夏话一未落 前方有数十名素衣蒙面女杀手 手持着耀眼的利剑向他们飞快而来 今夏和沈小和被吓得不轻 陆毅拉着今夏的衣袖 吩咐王方四道 快带沈姑娘离开 女杀手来势汹汹 王方四也只能听从陆毅的安排 来着沈小和离开 女杀手将陆毅和今夏两人围住 二话不说 挥剑刺向他们 女杀手训练有素 招招想取陆毅今夏两人的性命 两人手里没有兵器 今夏武力不好 陆毅还得保护今夏 他们俩有些战下风 慌乱之中 今夏慌张的手向空中一挥 只见一片白色粉末从他掌心落下 刹那间 那些女杀手缓缓倒地 慢慢失去意识 药的效果比他想象中的药快许多 又在心里夸了他师傅一遍 他好像忘了一件事 刚刚忘记摒弃了 他是 陆毅也是 急忙从身上取出一粒药丸 直径塞进陆毅口中 大人 姐 话没说完 今夏就往陆毅身上靠去 失去了意识 陆毅吓坏了 大声呼喊着道 今夏 今夏 连叫了好几声 今夏没有任何应答 陆毅颤抖地伸手去探今夏的鼻息 今夏气息平稳 像是睡着了般 他松了一口气 他猜测到了 今夏刚刚洒出的白色粉末是迷药 他们昨天来时 今夏说了 他带了三种药道 迷药 止痛药 迷药的解药 这三种药可都是他师父精心炼制的药 迷药的解药今夏只带了两颗 不是他只想带两颗 而是他师父离开家时 只留下了那两颗 今夏现在的医术配的解药道还行 迷药 暂时还不能 就算能 效果也不好 在枯井中 今夏将一颗迷药的解药给了沈小和 自然只剩下了一颗 此时 陆毅的心间有着不安 感动 懊悔等复杂的情绪 忽而间 万里晴空的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今夏将唯一的解药留给陆毅 或许老天被今夏的行为给感动了 陆毅欲伸展轻功 让两人快速找到避雨之处 结果无法施展轻功 老酒鬼的要他不得不服 他将今夏背起 冒着雨前行 今夏的体重并不重 可陆毅却感觉他背上很沉重 很沉重 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陆毅背着今夏走在崎岖的山路中 尽管地面很滑又凹凸不平 他也没让今夏从他的背上摔下来 走了许久 来到了一家客栈 两人皆已浑身湿透 他吩咐店家准备两套干净的衣服 他快速将衣服换好 今夏的衣服在他手上 他手有些抖 愣在原地 他告诉自己不能再磨蹭了 今夏染上了风寒 那就更糟糕了 他深吸一口气 闭着眼睛 为今夏解开他身上的湿衣服 动作多进行一点 他心跳就加快一点 尽管他始终是闭着眼睛的 一边深吸 一边继续着 他碰到一处很柔软的地方 脸沙一下全红了 手也急忙一开 他努力镇定 再继续 为今夏换好衣服 他半条命也没了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看那